我有家庭 我有爱我的家人 可是我没有一个又出生在那里 然后又在那里生长成长的徒弟 有一代人 有这么一代人 是一直在回家的路上走的人 给我一瓶长江水啊长江水 就一样的长江水 那中山岭是没有票 那我一路往上 是金城水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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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川她痴迹 是金城水协定的 是金城水协定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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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 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 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 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 我泪落如雨 河水 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飘泊的孩子 找到回家的路 这是习慕容的父亲 拉西敦多克 在家乡内蒙古查哈尔蒙明安奇 拉西敦多克家世显赫 有一天 他娶了那片草原上 最后一代公主的女儿 后来 因为连年的战乱 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妻子 离开家乡 去了台湾 在异乡 他的终身职业是交 内蒙古语文 但查哈尔蒙明安奇上的 那片草原 再也没有出现在 他的生命中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随习慕容 回家乡内蒙古 而对于习慕容来说 自从他1989年返乡之后 他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 回乡采风 我可能很想写一个 蒙古家庭里长大的 这么一个人 怎么回来 找自己的原相 可是我是觉得说 这算是一条路吧 一条寻找的路吧 您停一下 这里行 看这里好看 能不能卡着让过去吧 嗯 这里 先拍你 我叫蒙古鲁 三班诺 三班诺 在一个宽床的地方 在内蒙古的传统旅行中 到最远的边界来迎接客人 是最尊贵的大人 有人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 才有了 想要回到蒙古高原的念头 我的感觉是说 这渴望其实在我出生以前就有了 我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在欧洲读书 父亲刚好也在慕尼黑大学教书 我就坐火车去找我父亲 刚好那个大学的校区在割草 那我的父亲说 这多像老家的草香啊 好多年没有闻过了 然后呢 讲完了 然后我父亲就就往前走了 因为我们在散步嘛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我是觉得说 我以为 我爸爸还要跟我再讲一些关于草香的事 可是他就不讲了 他就继续往前走了 他是跟他自己在说 他不是跟我在说 他说 哎呀多香啊 多好的草香啊 多像我们老家呀 好多年没闻到了 他是跟自己讲话 然后我忽然明白 就是说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家乡的女儿 是没有办法 分担父亲的乡愁的 这是童年的喜慕荣 她出生在四川 长在香港 然后跟随父母去了台湾 后来很多年之后 这个女孩写过关于家乡的一篇散文 她说 我有时候会想 对于我的父亲来讲 四十年前 她在战火中 仓皇离家 和长长的一生相比 或许她在内蒙古高原的家乡 渡过的 仅仅是一段 不知忧患的时光罢了 但是我也知道 从那时起 她的一生 从此就被切割成 永远不能结合的两段 作为子女 我并不能说出些 安慰的话 我却倾心地感觉到 仿佛有些什么 在我的心里 慢慢浮起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这么一种渴望 可是当你是生活在 这个族群里面的时候 你根本不觉得 你远离族群 或者你这个族群的生存 或者文化 遭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会出来 站在很远的地方 或者站在很近的地方 呼唤你 这是八十年代的习慕容 这时候的习慕容 匪声文坛 她的盛名 不是因为她的美术作品 而是因为诗歌 有诗评价说 读习慕容的诗 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愁绪 那时候 没有人知道习慕容 有个美丽的内蒙古名字 更没有人知道 习慕容的家乡 是在遥远的内蒙古草原上 我跟我父亲在慕尼黑大学的校园里散步 如果是1965的话 隔了14年 我写了那首出赛曲 有一个句子在我把纸摊开了 灯打开了 那个句子掀出来 就是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所以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 在1965年 在一个遥远的他乡 跟我说的 关于我们原乡的一句话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所以1979年 我就写了这首出赛曲 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渴望 所以我是这么写 我说 请为我唱一首出赛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湛音 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和山 1989年 习慕容终于来到自己的家乡 内蒙古查二 欢迎了 早上 五岁 七十七五 七五 六岁 七十七 四岁 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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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 五岁 六岁 五岁 人 你 到 什么 对 我想去敖堡山上 一个人大哭一场 1998年 习慕容的父亲拉西敦多克 在异乡去世 这时候距离习慕容回草原 已经整整过去十年 但是在这十年中 拉西敦多克从来没有开口 要求让他的女儿 把自己带回赵斯木乡的家乡 我要问您一个问题 其实那么热爱自己的家乡 他没有动过想要跟你一起回来的念头 你的身体那么好 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在我回来以前 我们内蒙古大学 也曾经邀请过我父亲 回来演讲 我不知道我父亲用什么 什么样的理由 有礼貌的 或者是委婉的理由推辞了 但是我父亲告诉我听的 真正的理由是 他不舍得回来 他不舍得回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说这里有他 有他最美好的记忆 他怕回来的时候 也许有些东西都不一样了 就连他最后剩下的这个美好的记忆 都会因此而消失的话 他舍不得 所以他说 他舍不得回来 命令为上都的前后 可能逐渐建了这个城 这个地方递近皇城 那皇城工程很近 北边草地是蒙古的一些宗王们 所以我说 原上都是蒙古人建立政权之后 建立的第一座 真正一座都市 他就是都城 在夏天后 他这要会见外国的使臣 遭见些蒙古的宗王 所以这些蒙古宗王来这里以后 就住在这儿 就说明这个 这边是王公大臣住的地方 从上渡到大渡多少公里 现在是400多公里 400多公里 这边是城墙 下面是塌下的土 那是包城墙的土 这个门是最主要的城 其实习慕容的家乡 查哈尔蒙名安琪这个名字 早已在内蒙古草原上消失 如同700多年前建立过的 那个曾经如此辉煌和光彩夺目的王朝 在这片废墟上根本无从追寻和想象 但是习慕容的作品风格却完全改变 他曾经这样深情地描摹 他的第一次喊笑 我就好像饥渴的人忽然在丰盛的宴席上 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我终于狂喜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在草原上找到了长在心中的那棵树 我1989年的时候 已经46岁了 46岁的人第一次踏上原下 我以为我真的以为我只要去看了父亲的草原 看到了母亲的河 我就够了 我就是圆了我的这个回乡的梦了 可是在这些回家的路上 我逐渐地发现好像 好像还有很多东西在吸引我 我到了蒙古高原上 我看到我的蒙古朋友 说他童年的经验 在草原上的经验 我没有 我在台湾这个岛屿上 看到我的台湾朋友 带我回他的家乡 一条巷子里面出来的 不是他的叔叔 就是他的伯父 或者是他的婶婶 跟这个人打招呼 跟那位打招呼 每个人都叫出他的小名 还会问他 父母好吗 最近怎么样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现场 我没有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种 我可以用很多 我成长的学习吧 或者是我回来走路吧 我回来去走 走很多蒙古高原 很多地方吧 我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努力来 来 来弥补很多 很多所谓 所谓 我从前没有的东西 好像我现在是 是握到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 生命本身 它有一个欠缺 我可以摸一下成文吗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 但是 多少 原朝 这是1256到现在 1256到现在啊 多年了 我刚才叫你要不准摸那个柱子 我成长摸一下吧 这个是不是那个 他那个鞋子呢 是原来那个样子 就是 拱形吗 拱形的吗 而且这儿你看 它是鞋面的 为了了解那蒙古游上族的认识 习慕隆特意邀请了历史学专家 陪同寻访 不是纸上族 所有的层墙都不是纸上族的 底下是三层十条 特别像这儿吧 对 那埋上看不见 习慕隆告诉我 其实他并不指望从此 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内蒙古人 只是这样做 常常会让他获得一种幸福感 他可以不断地去贴近 他缺失的律师和记忆 因为有的时候 所谓乡愁或许只是问问亲人 今年夏天草长了没有 好美啊 其实 其实我没有家 当然我有家庭 我有爱我的家人 可是我没有一个 又出生在那里 然后又在那里生长成长的徒弟 我没有 有一代人都跟我一样 有这么一代人 是一直在回家的路上走的人 一直 一直在这时候 那个寻找 对家的 就是那种欠缺感 跟那种满足感 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 我同时说我早到家了 可是同时呢 我又很羡慕 那个本来就在家乡生活的人 所以 我 我变成就是 一个 一直不断地 走在回家的路上的人 而我用什么方式来建构我自己的家乡呢 我 要拿去 拿去 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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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著 先放上幾顆 鮮奶 然後用這個 上個 好 我還可以藏兩顆 是 許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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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一開始選擇這首歌做為主題曲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 它仿佛有草原的味道 我認為沒有哪一首關於家鄉的歌曲能被演繹得如此動聽 但是当我跟随习慕容 一次又一次地在草原上 虔诚膜拜和接受礼遇的时候 我才突然明白 无论是习慕容还是这歌声 大动我的 不仅仅是动听和诉说 而是他们各自对于故乡 深沉的迷恋和骄傲 有这么一代 一直在寻找一个调回家路的人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 一个蒙古高原的子孙 坐在这个 圆上都遗址的土地上 我要跟你讲的 当然关于我有家或者我没家 我的矛盾 我的乡愁 这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我今天真正坐在这里 接受您的访问 我真的很希望 您不要把我下面这句话删掉 我希望 所有的中国人 能够了解 蒙古民族 在这块 这块广大的蒙古高原上 没有山河 我可真是两者 没有山河 我可皆无了 父亲啊 母亲 在故乡 这座客堂里 我只能 是个迟来的 旁听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